今年2018年就是狗年 戊戌狗年 戊戌狗年 如果你的生肖属狗 那你就犯态税 那犯态税的人 主要就是精神方面 就是比较不稳 什么不稳呢 因为你犯态税 好比就是王帝 态税也就是王帝 当年的王帝 每天都在门口 守住门口 每天你要出去的时候 你要经过王帝 你说你愁不愁 所以你心里面 老师做什么事情都好 都不顺利 要想东想西 但是呢 要做 要做不了 要动 要动不了 再王帝前面 你不能动弹 就是动一下 你都要小心 就是这样 要不然也来很多 不好的灾祸 所以犯态税的人 唯一就是情绪不好 就是精神状态问题 最好在年初的时候 你可以出门去旅游 走大运 我们叫走大运 走一个大运 这样可以带来很多新的希望 新的启发 另外呢 你也可以 我不出门 那你呢 可以呢 就说 放胎税那年 你就把握时间 去读书 去帮自己争执 去学一些东西 考一些什么 执教等等 读书 求学 这些都好 另外呢 犯态税 当年一定会 要学光的 这个学光呢 包括开车要小心 然后呢 你可以黏戳的时候 你可以去 那个洗牙池 看牙医 可以看到 有血流出来了 应验了 另外呢 可以去检查身体 这样呢 抽血也是 可以应验到 那个天意了 就可以呢 学光记载 就可以免了 可以发解 另外最后呢 就你可以呢 去做个善事 这种善事呢 一块钱都可以 随意 随缘 就可以 因为一善 党三哉 所以呢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犯态税的朋友 不用怕 而且呢 如果你碰到 当年犯态税的话 你本身八字里面呢 比方欠土 那刚好2018年 这个是土旺 最旺的一年 这个土旺年呢 对你迁徒的人来讲 反而是有帮助 所以呢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呢 不要经常听人家讲 道听逃说的 把自己的杀到 其实呢 很多事情呢 作为参考 听听 但是呢 最重要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我们可以听 坏说 可以照着做 也可以 所以犯态税的朋友 记得 就是年初时候 要去旅游 出远门 另外呢 就是要身体检查 见到雪果 见到一个雪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呢 第三个就是要做三次 其实呢 犯态税并不可怕 除了刚刚我说到的 几个方面 可以自己的发解了 另外呢 如果今年 属狗的朋友 你虽然犯本命态税 你可以呢 就把王帝身边的 红元 拿过来 当自己的朋友 王帝身边的红元 是什么呢 就是属老虎 属马 这两个呢 就是属狗的好朋友 也是王帝身边的 左右手 所以呢 今年 你犯态税的 你可以呢 去买 一只老虎 一只马 玉的 放到你的床头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每天都有 六到八个小时 然后两个红元 都陪着你 是你的贵人 另外呢 你可以把两个 这个生肖 那个玉 玉配 你也可以挂在车上 因为呢 我们每天工作 学习 一定要开车 所以呢 保安全 也可以放到车上 如果我不要两个 我要一个 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 买一只马 也可以 或者说 我去放那个老虎 那我就买一只老虎 同样可以 但是玉呢 是比较好 不管你是什么生肖 不管你的生肖 那个五行怎么样 玉呢 一般来说 都比较强和平和一点 所以呢 你可以买玉 小小的一个就好了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